10万人评分2.2 张汉新剧《扯内衣》摸女演员凶 网友喊话下架封杀 这几天娱乐圈最大的笑话就是张汉了吧 不知道张汉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以这种方式登上热搜 主要是因为张汉的新剧《东八区的先生们》 该剧已经播出差评如潮 更是被10万人打出了历史最低分2.2分 网友们纷纷留言下架《东八区的先生们》封杀张汉 网友们为何如此反感张汉呢 还不是因为张汉草点太多了 草点1 张汉新剧《油腻性骚扰女星》 《东八区的先生们》是由张汉担任制片人 编剧和主演 开播前据说是打磨了10年的原创剧本 说是张汉事事亲力亲为 对这部剧下了很多功夫 而该剧开播后 网友们的眼睛和心灵都感受到被侮辱 剧里面充斥着各种僵制情节 比如有一个经典画面就是 霸道总裁张汉穿着白衬衫 干时间 所以在出租车上吃泡面 司机一个刹车 张汉的泡面就毫不意外地 全洒衣服和车上了 结果司机还不生气 居然还给张汉道歉 如果是正常的普通打工人 就算赶时间 也不会在出租车上吃泡面吧 如果真的很饿 大家也会选择一些便携的面包饼干之类的素食 此外 正常司机应该不会让端着泡面的乘客上车吧 网友们纷纷吐槽 这个情节究竟有没有生活常识 也对 编剧是张汉 那也就可以理解了 毕竟他平时可以在自己宽敞舒适的房车里用餐 在电视剧《东八区的先生们》里 张汉又是演霸总 剧情唠涛就不多说了 毕竟张汉水平也就那样了 还出现了很多让人不适的台词 但让观众直言恶心的是 张汉本人的骚操作 对同剧组的女演员凯游 又是扯内衣袋 又是摸凶 在电视剧《东八区的先生们》中 张汉明明一抬胳膊就可以接住女主角王孝辰 却偏偏伸手扯了一下女演员的那一代 这个行为实在太迷惑 比扯内衣袋更过分的是 张汉疑似接着拍戏 光明正大耍流氓 在《东八区的先生们》中 有一幕是张汉搂王孝辰坐在他身上 正常电视剧都是搂腰 而且男演员会刻意避开女演员的隐私部位 但张汉不同 他不仅没有避开 反而直接把贤猪手伸向了王孝辰的胸部 还短暂停留了几秒 这个动作哪怕不是故意的 也着实让人下头 这种很明显的性骚扰镜头 居然能大刺刺地放在各大电视屏幕上 这样又会误导多少青少年 所以当天晚上大家可以看到 张汉的手这个词条补负众望登上热搜 看着女主角王孝辰抢眼欢笑 有苦说不出的表情 观众们也是很心疼 不由感叹 女演员为了挣点钱也是不容易呀 除了张汉的手 张汉的鼻子 还有张汉的肚子 张汉和距离其他男主一起在雨中奔跑 雨水大湿了他们的白色短袖 也暴露了男演员们身材管理之差 尤其是张汉那圆滚滚的肚皮 在张汉的衬托下 其他男演员都没有那么油腻了 有网友调侃张汉怀了运海拍戏也是不容易 东八区的先生们以上种种实在太拉眼睛 惊动了很多官方媒体 就连人民网评也忍不住发长文批评 所以怪不得网友喊话 请求下架这部东八区的先生们了 草点二 张汉违法托刑交警之惨 东八区的先生们火了 张汉又红了 不过对张汉来说并不算一件好事 关于电视剧《东八区的先生们》都是黑热搜 而张汉本人曾经的光荣历史也被翻出来了 那事发生在2007年的某一天 那时候互联网还不算发达 彼时张汉还不叫张汉 而是叫张汉 当时张汉因为违章被交警拦下 但他不为所动 不顾交警的阻拦强行驾车离去 把该交警拖行了100米 这是何等的肆意妄为 当时张汉违法拖行交警时 附近很多私家车 他们自发地把张汉的车包围了 这才让张汉停止了拖行交警 张汉后悔吗 不知道 至少当时的张汉看起来毫无悔意 只见他反复强调 我只想让他下去 我把他的手甩下去了 被拖行的这名交警手臂骨折 还有严重的肾损伤 如此严重的伤惨 就被张汉用所谓的巨额赔偿 轻而依据地处理了 真的不敢想张汉究竟有多大的后台 居然是人命如草芥 甚至还能从中戏毕业 还能在娱乐圈混 对于张汉来说只是花了一点钱 而对于那名被拖行致惨的交警来说 却是一生不可磨灭的阴影 张汉每出现在电视屏幕里一次 就是对被拖行交警的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最讽刺的是张汉还在新剧东八剧的先生们里 科普交通发 这是无心之剧还是有意为之 颜值低演技差 以及爱装霸道总裁这都能忍 可是张汉这种拖行交警行为已经违法了呀 真的不知道张汉为什么还能在娱乐圈 不少网友都大呼赶紧封杀张汉 大家认为张汉会被封杀吗 最后一个月都会被放上片 还能在娱乐圈中 张汉市场 你们去仔细双戏